最近一番賞的七龍珠塗裝 我覺得慢慢的有恢復正常水準了 哎呀到底什麼時候預購景品 才可以跟上也恢復他的正常水準 歡迎來看KT叔叔公在開箱 今天要的開箱是這個 最新的賽亞人之鞋 萬代七龍珠預購精品賽亞人之鞋 來到了第十七彈了 那這一隻是龍珠超巨藏版的布羅利 也就是新的布羅利 那大家都知道賽亞人之鞋 他就是把賽亞人的頭髮用電鍍色的塗裝 作為他的一個代表的象徵 甚至這一系列最大的賣點 那這隻拿起來我覺得 他是景品裡面比較有份量感的 蠻重的啦 有時候公仔很神奇 好像在賣豬肉一樣 比較有份量就會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是比較重質感 做工到底怎麼樣比較重要 好 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開箱囉 Let's go OK 大家這樣看得清楚 上半身下半身還有一個腳樁 好 我們來拆一拆啦 OK 我覺得他可以直接站得很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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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腳樁我覺得就不用了 細節的刻畫也都有 但是 就會覺得 這塗裝實在是偷懶的點啦 唉 突然不知道怎麼講 天啊 我個人是覺得蠻失望的啦 哎呀 怎麼會這樣子 哎呀 給大家看看啦 這個頭雕 的確像那個還原啦 那布羅利他的確氣笑 抓狂的時候 眼睛會整個反白 就是看不到眼珠子 髮瘤 我覺得都算正常啦 那肌肉線條都不錯 但是就是這麼爆炸的肌肉線條 你應該要做一些陰影的噴塗啊 你都沒有做這個 看起來就很單一色啊 那細膩的刻畫 其實都有刻畫出來 這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護腕的部分 護腕的部分塗裝就是也都是單一色啦 有啦 這個邊緣有一些細節的刻畫 就一點點 一點點 然後這個 他的好朋友的耳朵 這一塊做的我覺得就正常啦 有把他這個毛髮的樣子做出來 這部分算是正常啦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景深褲 這個藍紫色的景深褲 就是單一的塑料成型色 你這個有肌肉這麼爆炸的地方 你應該要讓這個肌肉線條 要再深一點點 深碎一點點 看起來才對嘛 雖然說你這膝蓋啊 肌肉邊緣有一些細膩的刻畫 但是 塗裝這麼單一 就好像沒什麼用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靴子 他的鞋子 一樣邊緣有一些細節的刻畫 但是就是塑料成型色 這個腳的部份我覺得 哎呀 也是塑料成型色啦 鞋子啦 整個是塑料成型色 哎呀 有點糟耶 我覺得是有點糟 唉 好 那我還是要來做個總結啦 那這一隻 我覺得就是一個可有可無啦 如果你覺得 你對於布羅利這個角色 就想要便宜收一個景品 然後擺在你的空間 如果他卡灰塵 你也不會心疼的話 這樣子是可以考慮買 可能三四百塊就買得到了小景品嘛 但是如果你對於他的塗裝做工 有一點點要求的話 有一點點要求的話 我覺得 這一隻可能 你會覺得他做的真的是不夠好 我個人是覺得 他真的就是全身上下 全部都是單一的塑料成型色 完全沒有塗裝可言 那有一些細膩的刻畫 但是像布羅利這個角色 他的肌肉這麼的炸 可是你卻沒有給他的肌肉線條上一些陰影 看起來會覺得很突兀啦 哎呀還是那句話 就是七龍珠的一番賞 公仔 塗裝已經慢慢的恢復水準了 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這些預購景品 也可以恢復他的正常水準呢 2024年了啦 就是真的希望今年 七龍珠的預購景品 可以有一點點 往上的跡象好不好 做工再精進一點點 不對 應該說要恢復原本的樣子一點才對 以前的精品做工真的是蠻棒的啦 不然之後再做一集那種 前後對比的讓大家看看 我就有可能會更明顯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的話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 所有喜歡七龍珠的同好朋友們 讓大家都知道說 有一個專門在做七龍珠公仔 相關影片的頻道 叫做KT叔叔公仔開箱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 會員一個月只要30塊 就可以贊助KT叔叔 來繼續製作 更多七龍珠公仔的相關影片啦 感謝你了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次開箱見囉 掰掰 發生了 身體內 Halden 一陣子 一陣子 兩千 一陣子 一陣子 一起